國際貨幣經濟組織IMF發表最新一份《亞太區經濟展望報告》 指中國經濟增長有持續放緩的跡象 預計今年GDP從去年的6.9%再降到6.5% 明年則進一步跌到6.2% 去年以來 中國股市波動 加上人民幣貶值預期升溫 IMF估算去年全年約有6760億美元資本從中國外流 預計今年情況會持續 絕大多數是為中國企業償還外債 金融脹幣從中國出現大多數 但如果視乎你覺得金融脹幣 IMF并警告 中国的债务持续增长 未来能否妥善处理债务 尤其是企业债 将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表现 另外 IMF预计香港今年GDP放缓至2.2% 明年则回升至2.4% 大纪元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